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辛农 今天是11月10号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1月10日 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在下周去印尼巴厘岛 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当天发表声明说 两国领导人将于11月14日会晤 讨论如何保持和深化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沟通渠道 负责的管理竞争 并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共同努力 特别是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方面 过去两年美中两国元首有过5次视频通话 11月14日 拜登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 将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 11月10日 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媒体峰会上说 我们预计这次会晤将是两国领导人的 一次深入和实质性的对话 旨在更好地了解彼此的优先事项和意图 白宫预计这次会晤不会达成任何具体协议 白宫高级官员告诉记者 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更好地了解对方立场 并为两国关系奠定基础的机会 这意味着要确保美中竞争有通行规则 这位官员称 两国领导人不会发表任何形式的联合声明 据介绍 拜登预计将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表示关切 11月9日 拜登在白宫告诉记者 他希望缓解华盛顿和北京日益紧张的关系 他说 当我们会谈时 我想和他一起做的事 阐明我们各自的红线是什么 了解他认为什么是中国的关键国家利益 我认为什么是美国的关键利益 并确定他们是否相互冲突 白宫官员透露 预计拜登还会提到俄乌战争和朝鲜问题 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发挥影响力 防止冲突升级 此外 拜登还计划讨论美中可以合作的领域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 11月10日 联邦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10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仍然处于高位 但是升幅低于预期 而且比前几个月有所回落 这表明尽管通货膨胀仍然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 但压力已经开始减轻 根据该报告 10月份作为衡量商品和服务成本广泛指标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比9月份上升了0.4%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7.7% 升幅分别低于华尔街经济学家预测的0.6%和7.9%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 当月核心CPI环比上升了0.3% 同比上升了6.3% 升幅均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0.5%和6.5% 10月份二手车价格下降了2.4% 有助于拉低通胀数据 服装价格下跌了0.7% 医疗服务价格下跌了0.6% 虽然CPI和核心CPI下降是好消息 但通胀率仍然过高 高通胀继续给美国家庭和整体经济带来压力 物价高涨把工资增加的部分完全抵消了 导致许多人要么勒紧裤腰带 要么依靠昔日储蓄和信用卡来维持生活 11月8日 高通胀和经济低迷 中期选举投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不过投票后的民调结果显示 社会问题的影响比选前民调结果显示的更大 为了抑制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领主会今年采取了1980年代之后 最激进的货币紧缩措施 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有所降温 随着房屋抵押贷款利率持续飙升 美国房屋市场急剧恶化 未来一年 美国通胀率有望进一步回落 不过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 要想回到联储会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 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恐怕会同时出现 本月早些时候 联储会主席鲍威尔称 联储会官员需要看到月度通胀持续走弱的模式 联邦基准利率的峰值可能高于联储会决策人员 此前预估的水平 11月10日 联邦劳工统计局发布的10月份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 美国高通胀已经触顶回落 投资者大受鼓舞 华尔街股市迅速飙升 道匈斯工业指数狂涨了1200多点 当天收盘时 道指上涨了1201.43点 收在33715.37点 涨幅达3.7% 创下了2020年股市走出新冠疫情熊市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207.80点 收在3956.37点 涨幅达5.54% 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纳斯达克指数飙升了760.97点 收在11114.15点 涨幅达7.35% 也是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劳工统计局的报告说 10月份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9月份上升了0.4% 比2021年同期上升了7.7% 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年度升幅 明显低于9月份的8.2% 该报告公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 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重挫于30个基点 跌至3.824% 因交易员压住联储会将放缓其激进的加息措施 两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下跌超过29个基点 跌至4.332% 分析师考特尼指出 利率仍在左右市场的一切 随着今天CBI数据下降 市场现在相当明确的压住 他们认为联储会加息已经接近尾声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对利率敏感的股票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当天通常受通胀率和利率飙升影响最大的科技股一路零涨 亚马逊的股价暴涨了13% 苹果 买了和微软股票的涨幅均超过了6% 11月10日 全国房地产经济商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尽管房屋抵押贷款利率迅速上升 目前已经突破7%大关 但上个季度 美国大多数大都市的房价却出现了上涨 上个季度 全美独栋住宅的平均价格为39.85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贵了8.6% 在房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前10大城市中 有7个位于佛罗里达州 该州的房价涨幅超过了18% 除了佛州的7个城市 北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州 和弗吉尼亚州的三个都市也名列其中 此外 全美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有一半在加州 包括旧金山 洛杉基和圣地雅各等城市 不过 全国房地产经济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劳伦斯云预测 加州房价可能出现逆转 劳伦斯云告诉媒体 在经历过之前的价格迅速上涨之后 西海岸比较昂贵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价格下降的情况 该协会的报告指出 目前房屋抵押贷款的每月还款额已大幅上升 联储会会采取一系列疯狂加息措施 导致房贷利率飙升一倍多 使得许多人负担不起房屋贷款了 劳伦斯云指出 购买能力降低 减缓了房价上涨 这个趋势将持续下去 直到抵押贷款利率停止上升 购买一套普通住宅房屋所需的平均收入已经上升到8.83万美元 这比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增加了近4万美元 现在 房贷每月还款额比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暴增了近50% 仅仅是月供就增加了600多美元 11月10日 美国房贷业巨头房地美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经过上周小幅下降后 本周全美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房屋贷款 平均利率回升到了7.08% 房地美首席分析师告诉媒体 房市是经济中对利率最敏感的行业 利率对购房者的影响非常大 房屋销售量已经大幅下降 随着年底临近 预计情况不会改变 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在11月8日的中期选举中 以绝对优势得到了连任 但是 接下来他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被要求争取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德桑蒂斯是比特朗普更强大的总统候选人 无论对手是总统拜登还是其他民主党人 11月9日 曾任前总统小布什和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迈康奈尔顾问的詹宁斯在有性电视新闻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德桑蒂斯令人信服地证明 是他 而非特朗普给了共和党人在2024年击败拜登的最佳机会 德桑蒂斯不仅在博州轻松获胜 而且把传统上倾向民主党的迈阿密戴德县翻红 最终以2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 在德桑蒂斯轻松获胜的同时 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多位共和党候选人却在关键选战中落败 使得特朗普成了许多共和党人指摘的目标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参议院选战中 特朗普支持的奥兹输给了民主党对手费特曼 给了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希望 特朗普在密歇根州 宾州和威斯康星州支持的州长候选人 也纷纷输掉了选战 而他在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支持的知名人士 也陷入了势均力敌的竞争 一位共和党策略师告诉国会山报 德桑蒂斯必须参加2024年的竞选 基于他担任州长的4年时间 和在连任选举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 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 特朗普预计将于11月15日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但是德桑蒂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令特朗普处于前所未有的脆弱尴尬地位 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自8月以来参加共和党初选的选民 对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 而德桑蒂斯的支持率却有所上升 如果共和党初选在现在举行 有48%的潜在共和党初选选民将支持特朗普 26%的人支持德桑蒂斯 26%的人想投票给其他人 11月9日 一个与国会参议员桑德斯有联系的进步派基层组织 在新罕布尔什州正式发起了一个别让拜登竞选的活动 以阻止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 该组织名为草根行动 今年7月他就宣布要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发出号召 阻止拜登寻求连任 11月9日该组织发布的新闻稿说 很明显拜登不应该成为民主党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 当天该组织开始在新罕布尔什州播放广告 之后他将把该运动推向全国 路透社易普所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9% 虽然拜登可以争取中间派人士和温和派民主党人 但事实证明 党内进步派并不支持他 Ruse Action的联合创始人所罗门告诉国会刪报 选民希望拜登让路 让其他人出来竞选 11月8日拜登说他可能在2023年竞选连任 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反对他连任 9月份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35%的民主党人 希望他2024年再竞选总统 11月10日国税局和财政部发函敦促联邦最高法院 不要阻止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 即前总统特朗普必须把多年的联邦报税表交给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国税局和财政部在一份法律简报中指出 特朗普申请延缓交出税表的紧急请求无法满足相关标准 国税局和财政部发出简报后不久 正在寻求特朗普税表记录的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也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其简报 要求最高法院拒绝特朗普进一步拖延的尝试 并且不受理特朗普对下级法院裁决提出的上诉 该委员会的律师写道 最高法院的进一步审查是没有根据的 此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发布命令 临时阻止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从国税局获取特朗普及其相关企业的税表 因为特朗普对下级法院的裁决提出了上诉 如果最高法院不维持这项离时禁令 该委员会可能很快就能得到税表 特朗普此前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 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诉讼 均以失败告终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